无头东宫剧组隔21年重剧 男帅女美容貌未改 陈妙英已成妇婆 2月9日 向海澜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无头东宫剧组聚会照 配文 记得这个组合吗 凌云 楚楚 你们爱哪个 照片中 无头东宫五位主演 以及监制张前文齐聚一堂 时隔21年重剧心情大好 脸上挂满笑容 站在C位的 是女一号凌云扮演者陈妙英 罕见露面的她穿了格纹衬衫和宽松长裤 打扮简单难演出众的气质 不知不觉她已经50岁了 岁月对她格外眷顾 无论皮肤还是身材都保养得宜 不愧是美容集团老板 陈妙英是港姐出身 早年备受TVB力捧 主演过很多电视剧 现在她已经退圈并转行做生意 凭借努力赚到盆满钵满 成为了复活 生活无忧 女二号楚楚扮演者向海岚 同样保养得宜 气质绝佳 穿蓝色上衣的她 皮肤白皙紧致 身材苗条 完全看不出已经48岁 状态非常好 男主角张照辉 穿着白色羽绒服 配上浓密的头发 看起来很是有形有款 刚过60岁生日的她 面容饱满 身材挺拔 绝对称得上动灵有数 敖嘉年与杜大伟在戏中饰演男女主角的儿子们 当年两人都是小鲜肉 演技也比较生涩 多年以后 他们外形变化不大 但演技进步了非常多 敖嘉年在TVB发展多年 都不受力捧 迟迟等不到演男一号的机会 心灰意冷之下她选择梨潮 目前是自由身 杜大伟刚出道时备受重视 可惜她为红仙娇 之后被调到儿童节目组当主持人 期间逐渐放松身材管理 曾高达180磅 她不甘心一辈子当儿童节目主持人 努力减肥重返戏剧组 目前是黄金配角 无头东宫剧组的演员们如今仍男帅女美 容貌未改 完全可以再携手拍续集 只是她们很多年没拍戏 想让她们出山可能有点难